LASTICPHOTO.HK 好,欢迎来到家伙视频场 PLASTICPHOTO.HK 今天,买东西 买哪一样东西?这个? 买这个? D750 超越时空 这个还要买吗? 回到未来 它也是刚刚才设计 是吗?哎呀,那你就知道 其实我们今天是买这支镜 A5000 有啊,A5000不买 今天我们买菜 买菜啊 买菜啊 今天我们买菜 今天我们买菜 这支我稍后再说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是,就是Loxia 35mm 耳光圆 另一支就是 21mm 2.8 的 Melfis 就是单反用的 这个是Licar Mark 现在直销这支是吗? 直销是怎样说的 不知道啊,就是那些什么 一万元不收你的 那些我不会说 我之前呢 有都有留意蔡司的 我比较喜欢蔡司 留意一下它 这支上一代叫classic 有点神奇的 就是当年的 应该是2000万像素的相机 Elicon 在中间的focus 还有哪个focus 不收光圈 基本上成像都是一样好的 所以就觉得 OK 我终于赛斯出了一些 好的东西 那就想买 但又用不到21mm 因为我喜欢成为18mm 实际记住 今天出到第二代了 又好像挺好的 全金属 那个年代呢 什么年代呢? 15年而已 15年 已经是另一个年代了 已经是另一个年代了 那些年代了 对啊 15年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坚反好光辉的年代 15年呢 这个系列出了很多支 是的 我那时候呢 都是叫做梦寐以求 也是 买不起的 可以说 平均一万元就知道了 那时候不止的 那时候的问题就是 我这样的价钱 为什么要买一支手动镜 那纯粹因为难标 因为我是很相信这个calsize 但是开工来说 就有点慢的 真的很难的 以前我就有租过来用 为什么呢 因为譬如我拍一些 没有那么趕时间的版本 就是不会有一个版本 在旁边说你的那些 那些 那就可以 有一次我就借了一箱回来 是 那那个 感觉是挺好的 但是呢 因为单反 就是我那时候用5D Mark 是 嗯 对焦都挺吃力的 是 因为呢 它有个磨砂对焦新款 那个 换了就暗一点 但是conscious好一点的 但是都是难对焦的 是啊 但是当时我用Canon Mount 是没有这个 嗯 是啊 算是没有啦 Canon Mount 全部都是没有光圈环的 Canon 所有的镜头 是啊 所以就没有那么好feel 原来是这样 为什么 我也有印象呢 就是当我转了做Sony的时候 是 那当时没有那么多镜子 那 而且第一次换模反 就是有放大对焦功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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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peaking 是 那突然间觉得手动镜就没有压力了 是 完全可以 不需要担心放大相的问题了 那呢 不shop就不shop 是 那我到处找 我当时呢 都很想买一枝Nicor Mount 是 但是因为整首都是Canon镜 所以买过转接 还不通就它 是 所以都是没有买到 始终都是没有完 是 那我就有 我就有用Nicor Mount 就是可以给到这些 有光圈的镜头用到 嗯 基本上我都 用过 是觉得 无缝接盒 我放到Sony 嗯 但是另外呢 其实你说说这个光圈环 现在没有流行拍片 那部FM2 其实都用到 是啊 这个就是 当时我 很心慾的 原因都是这样 但是那时候的价钱还是很高的 哦 就是说A72 那个年代呢 其实这些镜头还是很贵的 嗯 九千多万一 但是今时今日呢 就抵到难了 嗯 我真的觉得挺大的 挺大的 但是已经买了镜头 最惨的就是 买不到10支 那 买了9支而已 差这支不买了 我就觉得21这个 range 也有些机会 有些朋友还没买 是 我就讀 争论点 我真的18支 都很高的 尤其是Sony 用家 是 是 28支你会有 是 24支你会有 搭支老挖 15支你都会有 21支你真的很难 Bartus 你有支18支 都不是一样的 入有都买了 可能会买了Sony的 20mm 1.8支 是吧 而且玩家呢 是 那种 聚首的感觉 真的很聚首 是金属机身 遮光罩 这件事真的 不是人人有的 是 除了现在伸出的 有诚意的Sigma之外 对了 哈哈 不如我又说一下 刚才你说完 也是那种玩家 如果真的做事的人 我会说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是拍片的话 就算现在这些伸出的Sigma 它的focus都是by wire 你看到无限扭 这些全部都是mechanical 譬如你拍片的时候 你要手动做in out fold 如果你想要一个linear inner fold 效果的话 你就有需要买完这一扎 有一扎人就会 买这些镜子 加一些刺轮 对 当电影镜 这样用 但是它的光圈是没有D-Kick的 有D-Kick的 是怎么D-Kick的 插一条针 插一条针 到后面的组里面 一扭就可以D-Kick的 这个位置是吧 对了 两个series都是 咦 这样就很吸引 对了 突然间 突然间很吸引 对了 这样就行了 这次推出了 对了 所以其实就是说 回回回头 我也会提醒 就是说 为何到今时今刻 我们都会说分这批镜子呢 如果你是一个终极发烧友 很喜欢手动的感觉 那当然有它的原因 但如果你是拍片的话 你真的要自己 控制in out fold的速度 和flow 那这些镜子 就真是顶得住电影镜子 我也觉得很吸引 但是如果我找回这个手动镜子 我一定老虎鞋 都是买Nikon版 Nikon版 对了 就是你起码有光圈 对了 所以才有D-Kick的效果 对了 你一来双尼版 根本上就全自动电子 就没了这个意思了 而且在那部 F那边拍 对了 对了 保证这个比Nikon的那些 的菲林镜 跟我的技术不同了 对了 我都保证它比Counter-Less的镜子 G21 那就变成不同东西了 就是跟Filder的质感 这个会更多 对了 而且有很多人都会追求 就是个个都拿着D-Sigma 拿着G-Master 就说那些东西 很确定很确定 但是譬如说 打热你拍片的时候 你想要拍到一些溢光 有些flare的话 很多人用G-Master 真的呢 我不觉得flare 用这些这么漂亮的镜子 对了 反而用回这些相对来说 就是 其实这些所有的Counter-Less的镜子 各个镜片设计 你看到前面 譬如说这支是Distagon 这支是Bao-Gon 根本上其实它的镜片的设计 跟以前是没有分别的 只不过是它的导摩 其实是用了一些新的数码导摩 所以其实如果你拍片的时候 你需要一些圆光 反光 其实它依然都可以在 我觉得这支性价比挺高的 今天来说 它在卖六千四元 是 那我们可以再便宜一点 是 是 因为为什么呢 你飞飞机用到 是 无反用到 你单反又用到 那其实就相当吸引 是啊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就可以去我们下面的link 在我们交易平台里面 就可以设计了 好 那下一支是Loxia 352 这支就是我们上个星期 叫人不要买那支 是啊 但是到现在真正实物上手了 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同呢 很多码导摩 有景深赤 很聚手 正常镜头都知道 我可以DK 就是那个光圈不是一粒粒 是啊 好像Sigma那支 这支是吧 其实尺导差不多 这支小一点 粗一圈 粗一圈 是啊 那它有摩打 那支摩 是啊 AF和MM 如果问我 我都会觉得 都是M镜好一点的 但是 原来好一点是有代价的 付钱吧 付钱就行了 先 镜身已经贵了 然后你还要再加 adapter尾去还 是啊 原来M镜呢 Pies.com 就说 最便宜的那支是6200元 嗯 那现在这支呢 卖了多少钱呢 Pies.com呢 最便宜的那支 卖了四千多元 是 那四千多元 其实 四千九 不是四千多 四千多 很周远的四千多 四千多 四千多 其实就是Sigma的价格 是啦 一样喔 跟巷货价一样 那你会怎样选择呢 好 那真的有比较过两支镜的 那我经常都会提 就是Sigma就很暴力 Size就很温柔啦 那但是我有看过呢 就是如果计算 outflow来计算的话呢 其实我真的看到 因为其实本身它很short 它一转outflow那一下呢 其实你会看到它会 好像有点起哄起哄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真的又是说 认真会拍片的话呢 你要做Defocus的话呢 Size的那个过度 就真的 帥仔一点 温柔一点 那所以就 如果你经常说 那些镜子 哪些镜子好数码味 哪些镜子好飞灵味的话呢 其实那个分野都挺清晰的 那现在的G Master那些 和这些Sigma味 全部都是数码镜咯 这些就真的 因为它的设计 已经是飞灵镜设计 到现在都没有改过 那所以其实就 但是又解决了 就是你在飞灵镜 你落到数码机的时候 有很多圆光问题的时候 那其实所以 它出这一批镜 就是为了 用回飞灵镜设计 改回数码镜 就可以再出这批镜 就是看你喜欢什么味道 是的 那其实这支镜 当时推出的时候 我们都有想过的 我个人来说 我对这个感情 是深一点的 是 就是辰转反质 想买的感觉是强一点的 那Lossia呢 又曾经想过 但是我觉得太多选择了 而且它E-mount 只是 是 那真的好看的人 就是如果你说 这个价钱就不能输了 是的 很吸引 价钱也是吸引了 是的 但是我也是维持我一贯的看法 我不会因为我们买它而 拿出来这支也很可怕 是的 这支跟本身Sony那支 它那支Size 那个年代 那些35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是的 是的 它还要是手动 而且我不太喜欢手感 就是我们正在卖的鞋鞋 是的 是的 如果你问我两支 一支差不多一支 我都选它 现在不是差不多 是 两支 这支有贵两支 这支原本很贵 是的 但是今时今日真的便宜一半 因为那时候Loxia出来也不是特别很贵 就是不是特别便宜 不是特别便宜 它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它不是特别很贵 是的 就是它不用过曼的 是的 是的 这些是肯定过曼的 所以经历了那么久 这支相对来说很划算 很划算 是很划算 这支 其实我宁愿收拾 Sony本身那些 还有相对35 太多的选择了 是的 是的 他拿出来的样子 未必排到的 是的 我知道哪个人 什么人 就是你家里有很多支35的人 不是我 一定不是我 一定不是我 我认识一个 Coco 是 好 等你来的 那如果是的话 就看看可不可以拿Malvis的35 咦我们可以黑他的名字 是的 黑他的名字 哪支不利 他自己签名 好了 有兴趣的就留意一下 我们下面Description的时候 我们在online store看看价钱 今天这支名牌菜丝Malvis 21mm 2.8 港圈 原价11380元 现在特价100元不收你 8000元不收你 7000元 咦你要啊 你要啊 你要啊 都不收你 有没有这么大的加拿齐介绍 有 现在6050就卖给你了 是不是好看呢 看不看吧 是没有背影的 是的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